江西衍山的石塘镇 依山傍水 一望无边的主海 覆盖着四周的青山 也守护着这座古老的小镇 从元代开始 石塘人就用毛竹来制作纸张 这里出产的莲丝纸 以柔软坚韧 不易变色 而名扬天下 明朝末年 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 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 为了扩大经营 他向当地纸商 预支了一大笔钱 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草 商定好 日后用五十的连四纸还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纸浆就要出草 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所有的紫草都给毁了 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瓷子的改造 这个毛竹的砍法等等都用进去了了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 年轻人欲哭无泪 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 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煮 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 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进欠款 在食堂不信守约定 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 年轻人思前想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宁可变卖家产 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 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 第二年 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 向他预定名字纸 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 生意越做越好 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比如说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 卖给你多少 明天分的明天后年涨价了 你还没来提货 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 我这个纸张还是我的女儿家 你前天奖的价钱给你 形成了一个箱属 人无信不利 也无信不信 数百年来 石塘人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小小的古镇 也因此越加兴亡发达 逐渐成为文明天下的造纸中心